坐在一起 以前這個現象是比較少 左半邊的飛球 雖然說有一點被擠壓到 不過李凱威把力量也釋放出來 六顆球從象棋士手中 敲出龍隊本場的第三檔 這一棒掃到了中右外野方向 深遠的位置 張志豪還在追這顆球 蜘蛛人張志豪 又是一次的美季接殺 那下半季張志豪救了中信兄弟不守命 連接要形成長打的飛球 還是被接到 年輕耶 下去洗洗碎 你重量訓練可能要再做一下 這一球張志豪打得已經很好 非常好 非常好 不管是仰角還是他飛行的速度已經都 還有他的那個打到的那個位置 都已經沒話講 張志豪不愧是過去拿到金手套 等級的球員 他還是有矯程啦 被他追到啦 他接到你一定要回來 要不然就造成雙殺了 跑了 一個彈跳 江貴宇接到之後 高貴宇接 高貴宇接 主殺掉了李凱威 今年高貴宇接的主殺率來到了3乘2 這一回幫助了象棋士抓到一局下 第二個出局數 對 傳了一個彈跳 但是應該是說 江貴宇的處理真的非常到了 彈跳 他接到一個彈跳 然後又要take 最後阿坤先確實把球接到 然後往下一壓 滾地球在右半邊 袁永華接到之後 拋給了一雷手陳俊秀 再一局下半 形成了變相的三上三下 好